最新消息要来带大家看到的是 捷克的总统大选落幕 对中俄强硬派的帕维尔 是顺利当选了捷克的总统 而总统府在稍早也发出了最新的声明 指出在今天晚上6点的时候 总统蔡英文已经和帕维尔 进行了电话的会议 蔡英文也恭喜帕维尔高票当选 同时也说台湾和捷克之间的理念相近 希望未来彼此之间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同时在这一份声明当中 也提到了外交部长吴钊燮 也加入了这一次的电话会议 这一次的电话会议一共是15分钟 而且双方互动非常的融洽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当然谈到了吴钊燮 在这一波的内阁改组就传出 吴钊燮原本是要和驻美代表萧美琴 两个人的位置是会互掉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 两个人都是续任原来的职位 对此前立委郭正亮就表示 吴钊燮是被美国方面退货的 因为美方要的人是现任的驻美大使 就到最后真的给人家感觉 就是我们觉得一定要换的那些人 为什么都没动 我觉得大概只有两种因素 一个就是小英的考虑 就这个是我的人 那一下要找到这么听话 后来主动跟我报告的人 真的不多了 那第二个我认为是美国 美国 最明显的就是吴钊燮 因为美国要萧美琴 所以吴钊燮被退货 对 真的是这样 我认为美国就是跟萧美琴互动 非常的进入状况 不过这个也会造成 赖清德的另外一个变数 因为萧美琴会不会离不开 请订阅长苏仁昌今天也率领内阁总辞 但是这一次的内阁改组名单 不断的被外界诟病 根本就是老九换新平 其中备受争议的斗鸡阁员 包含了外交部长吴钊燮 以及唐凤 陈吉仲 薛瑞源等人 他们都获得留任 其中被点名应该要下台的薛瑞源 现在又直接开炮 来呛在野党没有上场的球员 是由对方拟在野党来指定的 态度是非常的高调 另外新入阁的文化部长史哲 则是被酸既有过往的绯闻 还操弄意识形态 这样的新内阁只看见满满的仇恨值 苏内阁总辞一张毕业照放眼望去 究竟是卸任还是就任 若没看到苏贞昌 还真的傻傻分不清楚 你好 今天是茶谷跟茶叶吧 是 能够耐得住高温嘛 五位被外界点名是最该下台人选 外交部长吴钊燮 述发部长唐凤 内政部次长花靖群 留好留满 苏内阁斗鸡成员之一的 卫副部长薛瑞源也获得留任 拍照满脸笑容没停过 开工第一天就没忍住反呛的 纯动因子 两个球队比赛 没有说上场的球员是有对方指定 这什么意思 他代表说他跟在野党是对抗的 他作为一个政务官 一个国家的政务官 但他的所作所为跟思想 是要跟国内的在野党做对抗 所谓的梁文吉都跟薛瑞 都跟陈一仲 这些内阁相互呼应 他们来就是要来吵架 就是要来对抗 就是要打败 敌对的球队是谁 就是在野党 少数新入阁的除了海委会主委管壁林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 接任文化部长的史哲 脸书上宣誓接棒 也不免令人好奇 难道是要接手仇恨职 史哲其中符合两项 一项是仇恨职 一项是他的绯闻八卦 因为仇恨职他过去 在这个言论上的炒作 可以想象到了文化局 会怎么样的做预算的把关 一定又是非常意识形态的 在操作不管是网路 网军 那么或者是在电影文化创意的 这个补助上面的隔阂 可以想象又未来文化人 又是一场灾难 那么第二项当然就是 他过去就曾经有过 被《易周刊》拍到 跟女记者有一些过程甚密 而现在当然这位 当时曾经被传递过 非文对象 也发了一个文章 一篇报导特别的 强力的赞扬 他如何的促成 新系跟英系的合作 我可以想象说 民党的道德标准如此之高 那也是台湾政坛少见 陈建仁内阁号称是温暖内阁 我觉得真正感到温暖的 应该是那一些败选的人 本来他们因为败选了没有工作 结果这个时候 蔡英文就如太阳公公一般的 照耀了他们 事实给他们位置 让他们入阁 即便是被民意淘汰了 还是可以有官可以做 这个才是真正的暖啊 从斗鸡内阁升级战狼内阁 选举考量意味浓厚 但场上午饭球员坚不下场 恐怕对民进党政府而言 比赛就快结束了 记得政治委李沛轩 小友台报道 而如果我们的陆委会 是由这个男人来掌管的话 您放心吗 这位是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他在去年年底选战之中 争取议员连任失利 结果现在是高升为陆委会的副主委 外界就质疑说 他是否具备两岸的事务经验 现在来营就审解答了 说梁文杰就是澳门专业 这也让他过去跟郑文灿 到澳门喝花酒的丑闻 再度浮上台面 如今这一对澳门帮双双入阁 被大酸根本是视才视所 因为以后就会有正当理由 可以到澳门喝花酒 寻求议员连任落选的梁文杰 宣传民进党败选者联盟的SOP 成功当上陆委会副主委 在中国事务上面 有非常多研究的梁文杰 也沿览他进入到陆委会的团队 梁文杰跟大陆事务研究 到底有何关联 蓝莹给出答案 秀出周刊报导 2011年梁文杰和准复格魁郑文灿 共同到澳门喝花酒 当时双文气得向爆料者 时任北市议员的林锐图 提告诽谤败诉作收 梁文杰更有酒店结的封号 如今这一对澳门帮双双入阁 原来他是澳门专业 想起他先前跟郑文灿去澳门 被他传说去喝花酒 结果气扑扑的提告之后 最后是败诉收场 这就我们标准很好 澳门帮感情有多好 回溯郑文灿的论文抄袭 梁文杰当时在脸书寒冬送暖 直言郑文灿是他们那时代的学霸无误 要说谁智商157 他认识的人可能只有郑文灿 是啊这个157也是个抄袭在 他们说他论述能力很强 可是抱歉 他跟我上节目的时候 不要电到讲话嘰嘰嘰嘰嘰嘰 这种人家论述能力很强 那我应该可以当总统 而且梁文杰要掌管大陆事务 结果过去还跟自己的太太 立委林楚音大玩抖音 林楚音在国会看爱奇艺还被抓包 难道是抗中双标 他的太太要怎么样去负责监督 他担任行政官员的先生梁文杰呢 这样子的组合到底是谁监督谁 还是谁来护航谁呢 要是跟民众权益相关的议题 我都会为民发声 梁文杰从澳门帮华丽转生成内阁帮 怪不得被网友大酸昔日上酒店 今日入政院 记得让我中文杰优 台北报道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咯 咯 潮 这还可以管给我 就到咯 海华